有请下一位挑战者 抢签一百秒 山上有老虎 山下有连虎 我是一只小小小白兔 早上采蘑菇 好呀好辛苦 小小白兔睡觉不在乎 起床了 我有一个朋友叫小鹿 他在岸山上看日出 都是畜生牛肚不怕糊 我的朋友他就像了路 大家好 我叫屈洪峰 我来自山东莱州 一所农村幼儿园的一个院长 来 欢迎 您好 您好 欢迎来到黄金 特别特别荣幸 你终于见到您了 您好 您好 这个抢签一百秒的表演 我觉得还是蛮温暖的 因为这个屈原长在前面 这个首饰舞 配的画面呢 应该都是你们幼儿园的 小朋友们 对吧 我们的小朋友 太可爱了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抢签一百秒 大家喜不喜欢 来 请投票 86分 这个园长可以多介绍介绍你们幼儿园的信息好不好 我们幼儿园的前身是我们镇上第一个就是私立幼儿园 当时我一开始我是在我们镇上的一所小学里面教 当时呢就是有村里的孩子有极个别的家里条件比较好的 然后交通工具比较方便的他们会去到那个幼儿园 言外之一就是如果村里面的孩子到这个学校去上学的话 不太方便 就很远 对 不方便 然后当时我就在想 要是村里面没有幼儿园 我到那个村里面去办一所幼儿园的话 那这些条件不太好的 或者是交通工具不怎么方便的 那么他们是不是都可以去上学 所以说就有了这个想法以后 我就到了村里面去和那个找到那个书记 因为这个村里面是没有幼儿园的 然后他们也挺支持的 就给找了一个那个废旧的 废弃的那么三间小房当时 所以这个幼儿园就算正式创立了 也是您一手操办的 对对对 那这样的幼儿园最开始你看就三间大网房 没有没有 都是土的那个土墙的房子 然后没有门和床 我记忆太深了 因为我自己一个人去做这些 当时还小嘛 那好像是92年 因为没有资金 我就去买的那个旧的门和窗 我会拿的时候 也不能雇人家 那不又得花钱吗 我就用那个自行车 我借着我把那个窗的那个套 窗套嘛 挂在前码上 然后肩扛着 就这样推着推回去的 说到这个的话 我们还真想看一看这个幼儿园 有图片吗 今天 有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是最开始的样子是吗 在这样的一个破旧的院子里面 就算正式开办了 对 这是第二个幼儿园了 就是我租了房子了 这是还是条件好一点了 变成瓦房了 你看还真是有不少的孩子 那时候已经有三十多个孩子了 起初的时候只有七八个 这是现在的幼儿园 这样的画面 我们看到现在教学的设施 是越来越好了 玩具也越来越好 这是后边我自己建的 当时建幼儿园的时候 自己那个真没钱 我自己去弄水泥 弄那个领条 特别特别难 就是那时候我孩子也特别小 就是我特别特别的亏欠孩子 我感觉 一个是那时候吧 一开始就我一个老师 一个老师你要混合班 混合班那你要 各个方面反正全都要自己 反正是种种种种吧 就是肯定我就会有不好的情绪 在里面 也会把就是家里有点拮据的这种状态 可能传递给孩子了就 传递给孩子以后 我孩子那年好像六岁 当时我还没意识到多么的严重 直到后来到了青春期 坏了这就所有的钱 边积累的这些东西就 可能就爆发出来了 孩子就是有了强烈的这种焦虑症 整夜整夜不睡觉 他那时候上好像上高中 我才意识到就是这个事有多么的严重 从那开始我就找到了 我的心理学的导师 也就是从那一开始 心理学 绘画心理学 救了我也救了我的孩子 然后我想再用它来拯救更多的孩子 所以从您孩子的这个 您说当时这个生病的情况 您发现这个绘画心理学 帮助孩子的心理建设 或者是重建和很有帮助是吗 对的 对的 所以正好今天 这个咱们曲员长也讲到了这个话题 叫绘画心理学 要不然可以现场我们了解一下吗 我带了几幅作品 然后让大家直观地来看一下 也许能更清晰一些 就是这种理念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来 大家一起来看这三幅作品 这三幅画呢 就是一个孩子在一段时期 差不多就是在半个月左右的 这三幅画 来 丽娜 三幅画你看完之后 你会发现什么样的问题吗 有什么感受 我觉得这幅画画得特别的潦草 说明什么 说明它当时可能 有可能在内心 它是一个极度的一个压抑的状态 太棒了 好 这两幅画呢 我觉得这个是中间画的图片 因为它比这个要整洁多了 但是它又不是那么难 然后我认为这个是最后画的 它这个逐渐有耐心了 而且它画的这个颜色格又小了 然后这个难度也高了 太棒了你 如果从绘画心理学的角度来讲 怎么来理解这三幅作品 理解就是我们一般的就是在分析画的时候 我们不是全体都去分析 像这样的基本就不用做分析了 这些没有多大的问题 但是这个明显的就是从它的下笔笔触到用色 到力度都会显现出这个孩子的问题 如果单纯的如果是你光去分析红色 它代表的热情啊温暖啊 这个是没问题的 但是如果是还带着这种力度比较大 然后又比较潦草 通过这个还不能就是去确定 你要去干什么呢 你要去和孩子交流 这个孩子的家庭 它是一个家庭条件非常好 然后平时比较温和 比较文静的一个孩子 那么它这个肯定是不是 期待这个更多的需要温暖的那种 或者是它非常热情的这种红色 那么那红色还代表着什么危险 恐惧 就是它还有这种 后来您得出来的结论是 因为是假期刚回来 它是二胎 它的姐姐回来以后 然后两个人产生矛盾 吵架两个 他去找他爸爸妈妈去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 爸爸妈妈忽视了 所以他只能通过画画的过程当中来发泄 对 他通过这个 你看有的说他画得也不好 这能起作用吗 他也能 他在画的过程当中 他就能输到一部分的情绪 然后再加上老师的这个给他介入 然后和家长的沟通 回家正确的一个教育方式 这个孩子很快就好了 原来你看这个写字也好 画画也好 其实就通过字里行间 这个所有的笔触 就是可以判断出一个人的内心活动 对 它叫图语 谢谢 谢谢我们曲员长和我们的分享 让我们了解了一个全新的这个知识 叫绘画心理学 今天要挑战的是什么 我 因为我从小特别特别地喜欢唱歌 我想唱给大家听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面前的黄金通道即将开启 请登上黄金舞台 黄金一百秒倒计时开始 我 有花一朵 种在我心中 汉堡带房衣游游 朝朝雨暮暮 我切切地等候 有心的人来入眸 女人火又烟在红尘中 女人火随风轻轻摆动 只盼我有一双温柔手 能抚慰我内心的寂寞 爱过之情中 罪过之角弄 花开花结终失控 缘分不停留 像春风来游走 女人如花花刺梦 女人如花花刺梦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黄金观众投票 投票结束 我们来看一下弹幕 伟大的教师也是伟大的母亲 向乡村教师致敬 感动幼儿园园长正能量满满 喜欢您的故事 音色也好听 唱功不错 加油 愿您越来越好 来 黄金大幕 新生起 来 请按下我们的黄金宝箱 三 二 一 宝箱开启 我们还真得拿出来看看 送你一枚小小的黄金勋章 然后另外 霓娜拿一下这枝花 金色的玫瑰花 我们经常会用这样的玫瑰花 来形容一个女性的一生 玫瑰人生 没错 谢谢 然后金光闪闪 也很符合首先我们节目的主题 谢谢 继续加油吧 好不好 谢谢您 再见 再见 再见